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同学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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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同学请放掌 同学阿弥陀佛 好久好久不见 我从当时五月份五月中 当时的临时这样子停课 一直到现在 足足有五个月没有见面了 我算一算 我刚刚稍微算一算 足足有五个月没有见面 其实我们基金会应该算是 八月底就已经开课了 同学有没有觉得说 为什么八月底 然后我们是十月初嘛 就是今天才开始开课 有没有同学很疑惑 为什么现在才开课 会不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的课程这么晚 都还没有开始上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应该是 有啊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在担忧 因为我不是住在北部 我是住在中部 所以中部的人看北部 其实都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这边是一个 对 重灾区嘛 所以就是不要 有事情不要随便到北部来 所以其实我在开课的前奏 那时候我还会做一个思考 包括其实也要安抚里面 我们是在道场嘛 里面的人的担忧 然后那时候也有事情啊 所以八月底那时候 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时候开课才好 那我想说 那么就再观望一个月看看 然后如果真的说 还算是平稳的话 那么再开课 自己手边的事情也处理好 那边也安排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觉得好像可以了 我想说 开课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那自己比较也能够安心啊 这样顺利 这样子 延续到明年的课程 这样子的话会 内心比较 也会比较踏实一点 所以我们就 十月初 就是今天开始上课这样 那今天上课之前 我也不知道 哇 隔那么久上课 通讯不知道会不会 全部都忘光了 又不知道从哪 边开始上磨合子观 那就觉得有点忐忑不安 所以我想大家就放轻松吧 今天我不会以那个进度为主 来上这门课 我想说其实就在课前 我会觉得大家对于新冠病毒 就是已经是变成世纪的一个病毒嘛 对不对 包括其实在这两年当中已经影响 一个关带 如何去关带他 或许大家 我们先可以先来聊一聊 然后再慢慢的进入我们的 抹荷止观的课程 或许我觉得这样 反而会比较 不会那么的有压力 然后 然后 第一个其实就是说 其实我们 其实在面对新冠病毒之前呢 然后 的之前 我说最接近我们的那个战争 其实已经距离很远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 比较安逸的一个状态 生活底下 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了 那我相信其实像以我的年龄 其实跟我讲战争 我是不太有什么感觉的 因为距离我其实是 根本没有发生过 那我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都会讲到 无常嘛 都会讲到 慢慢步步接近死亡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我会觉得反而在面对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 很多国家的那个状况的呈现 其实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这样的心态 才会突然恍然大悟 原来死亡是如此的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死亡是如此的容易 尤其是那时候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影片 是拍摄那个印度有没有 他们死亡的尸体是 那个片在那个河流里面你知道吗 然后连拍摄 连他们的那个死亡的像 肚子炸啊 脏有没有 身体肿 但那个相貌 其实你看了会触目惊心 所以呢其实当我们面对这个 其实似乎对我们的生命不是很善意的病毒的时候 有时候从佛法的观点来看 或许其实它是一个激励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好的 什么呢 很好的一技的一个因素 如果同学有真的在修行的这个脚步 在这个地方踏步的时候 那不妨 其实也感谢他 让我们怎么样呢 让我们激励自己的修行更大的一个力量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其实死亡离我们很靠近 我永远不知道 永远不知道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法师 他其实年龄也不大 大概差不多五十初六十 他是台湾人 然后到美国去 然后那时候他来台湾 那也只不过是去年的事情 也是用生龙活虎 然后而且会有特异功能 然后他到美国去之后 在纽约 几个月之后 其实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没有多久 消息传来 他就是已经往生了 那旁边其实有 就是陆陆续续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所以死亡的那种无常性 其实更加让我们举手可得 其实一下子就可以知道 其实不是我们 那个就是没有感觉 然后只是我们没有接触到 但是旁边的人的遭遇 会让我们更加的去警惕 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让我们提醒 真的修行是迫不及待的 而且要更加加强 我们的意志力 激励自己 花更多的一个时间跟精神 在修行的脚步上 在这个地方 每天 每日 每时 在这个地方一步一步的去耕耘 然后去栽培自己本身的功德力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我不知道同学对于 尤其是你们又生长在生活在双北地区 我相信其实面对新冠肺炎 这个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困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或许有的其实学佛很久的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啊 但是一大部分的人来讲 其实生活形态改变嘛 包括有很多都跟以前不一样 包括其实那一个 因为转变而让自己本身更加的不便利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旁边的人的恐惧啊 影响到自己 总而言之它是一种困境 它是一种困境 那我曾经听过一位祖师大德讲过一句话 讲过什么呢 他说每一种困境呢 事实上都是一种隐藏的祝福 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哇 实在是怎么困境会变成是一种隐藏的祝福呢 而且是一种上天对你的一种后代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我们学习佛法 知道其实世间啊 其实每一个世间的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全部都是非常的虚幻不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个是长相 为什么没有一个是长相 你说富贵的人 其实他没有永远是富贵 可能这一世或是隔几世他就摔了 卑贱的人也不一定永远是卑贱啊 透过努力他就爬起来了 还有我们看到啊 世界国家的变故 有没有那个阿富汗对不对 还有其他南美国家南美体制的国家 这种混乱还有悲剧还有战争有没有 还有天灾人祸有没有水灾火灾都有 很可怕的事情其实在今年历历在目 而且在全世界蔓延啊 但是其实是真的喔 这个真的是黄粱一幕 黄粱一幕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黄粱一梦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培养我们一个行者 对一切顺境跟外境的经验跟相应 有没有经验清楚了知 然后去接受他 还有去承担他去容忍他 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如果好好的去观照心的时候 你有在念佛的时候 那在这一个当下 其实每一种困境 其实都是我们修行上的一种逆争上缘 逆争上缘 当然这种逆争上缘 不一定我们要亲自去遭遇 怎么样 我碰到新冠肺炎 我感染上新冠肺炎 我才去有这样子的新的承担力 不是 而是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时候 环境的时候 我们去包容他 面对每一个可能遭遇到的患者的时候 我们去怜悯他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在新的承担上 配出很好很好的力量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面对态度当中 其实一个可以学习的 每一个困境都是一种隐藏的祝福 为什么呢 他这一个部分的困境 可以训练我们内心力量上的增长 内心力量的增长 所以其实 有时候其实也说真的 不要浪费每一次境界对我们的考验 因为每一次的考验 其实都是一种 我们可以让心 锻炼更强韧有力的一个因素之一 如果有这份心的话 有分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话 其实我觉得事件就不再是事件 逆境也不再是逆境 反而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 就是强心计 强心计 另外呢 其实就是有关身为佛弟子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什么认知 就是不要去抱怨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身为佛弟子 不是一种打免疫力的那个所谓的 我齐寝三宝 我呢 永远不可能会得新冠肺炎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其实我们遭到这样子的一个变故的时候 我想我们深深都会体会到 这是大家的共业 对不对 有人会感染 有人不会感染 但是呢 会感染或者是不会感染 这个都是取决于 个人现世或者是过去的因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因 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造这样子的一个因 我们只有面对这个状况的一个 呈现的可能以及感染 在这个当下呢 不断不断的发起自己能够发起的善心 这个其实在课程的时候 我也一再跟同学有强调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能够了解的时候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灾难 这样子的一个恶业 我们再重新发起我们最善最善的一个愿力 希望什么呢 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的恶业都可以过去 然后如果说更有菩萨心肠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发愿 希望所有的众生的恶业呢 能够让我承担 当然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力 让我承担让大家所有的众生的恶业呢 能够免除 哇这样子的话更是我们菩萨心的一个 所谓的新的一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那个新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力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修持实践的几个方向 供同学参考啦 供同学参考 另外呢 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 我想大家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对不对 有没有人还有办法出去的 因为应该很少嘛对不对 那我是不知道大家个别 每个同学 大家在家里有没有在好好的用功啊 好好的在家里可以做一个 等于说是一种闭关式的一个修行 那闭关式的修行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自己去安排 这样去安排自己的功课 所以说真的齁 你是一个修行者的话 对于这种疫情期间 关在家里完全不是问题 我反而其实是 我反而是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自己本身在用功上 其实反而是更加的开心 更加的开心 因为其实就择无旁贷嘛 旁边没有什么太大的琐事 然后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安排自己本身在用功上的 这个地方做加强 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处 你们知道吗 因为像比如说 我会每个礼拜上来 那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其实就是一个中段 比如说我用功安排到星期六 星期五 就开始密集式的 在备课上会加强 但是如果我没有的话 我就不断的在安排上 平稳的这样子走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用功修行的时候 会蛮得力的 因为我曾经跟同学说嘛 其实修行其实是靠相续力量 然后你相续呢 就会有力量 所以那个用功的 那个功夫时间不再多寡 重点是在每天不断不断的重复 所以你重复就有力量 重复就有力量 所以这段时间 我相信如果同学真的有在 自己在家里用功修行的话 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法门 念佛也好 诵经也好 拜参也好 打坐也好 金行也好 或者是持咒也好 我相信其实应该是有满得力的地方 得力的地方 那好好的沉淀下来 好好的对自己本身过去所做的 做一个反思 我相信自己是有进步跟提升的 我等待同学的分享 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应该要 让几分钟 让同学起来报告一下 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跟同学 就是可以跟同学提醒的 其实有时候看似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其实对我而言反而是 对同学而言应该也是 一个很好的在修行上 很好的帮助的缘 所以这段时间足足五个月 我都觉得真的 如果能够持续不断的在 修行时间上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走的话 我相信自己本身 还有每个同学本身 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进步跟提升 杂念变少了你知道 然后烦恼变更少 然后呢 其实在那个心啊 的信心上的一个 那个对法的一个信心 跟所谓的那个定上 其实会有更增上的一个 一个力量 所以自己本身是很开心跟愉悦的 很开心跟愉悦 以上其实就是对于有关 有关我们上课放假期间 以及呢 其实面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功课 以及我们的生活上 已经有改变了 做一点点的说明跟分享 说明跟分享 那不管如何 今天其实看到这么多同学 还来上课 其实我还 我还蛮讶异的 我还跟班长说 鼓励同学不要来上课 为了大家身体上的一个安全这样 那同学能够这样一起来 其实也很开心啊 很开心 因为毕竟 好久没见面了嘛 然后再见一次面 其实总是 分外分外的 觉得更珍惜 更珍惜 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 人跟人之间 有时候觉得 缘分什么时候会 不断不断的延续 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好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有关 课程好的好不好 今天的课程呢 其实会从指观这个地方呢 开始来带齐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从实践 有关的这个课题来切入 那当然那个指观的文本 模后指观的文本 还是会带的 还是会带的 那从这里呢 其实也有一点点算是复习 那有一点点 其实也对于同学学习指观 或是学习天台这么久了 那对于指观的认知 可以看可不可以用 比较浅显的方式 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乃至可以去用得上手 用得上手 这个图呢 我相信同学是不陌生 因为我大概出现了几次吧 然后这个图主要是在讲 修学指观 有没有 对指观的理解 然后修学指观呢 它的功用啊 有没有 然后它的功能啊 还有呢 它的互相辅助 的一个 一个什么呢 的依靠 因为修观 其实有指的话 其实观会更增上 修指呢 其实靠着修观的提升 指可以更增上 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指观的修持 对于 我们那个 有心在那个就是修学佛法者 是一个不可 施的 不可缺失的 一份功课 那当然指观的这个部分 我相信同学是知道 他不只是打坐 任何的佛法的修持法门 刚刚有说的 念佛 拜灿也是 送经也是 然后 那个 所有的佛法的仪式的行持 都不离开指观的修持 不离开指观的修持 那指的功能是什么 而观的功能是什么呢 指的功能就是 符节之出门 什么是符节 降伏烦恼 降伏烦恼 所以为什么可以降伏烦恼 比如说我们呢 其实在念佛的时候 那念佛呢 心不乱 比如说已经有心 我们知道心嘛 那个在念佛念佛念佛 心砸到我们的烦恼贪嗔痴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把心调到佛号上 心没有乱 这个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跳开烦恼 把心细在佛号上 这个时候 等于说是把烦恼 压着 不会让心再圆着烦恼走 这个叫符节之出门 那刚刚有说 所有的行持就靠不断的重复 所以当你呢 不断不断的重复 我念佛 心散乱 心砸乱的时候 把心再抓到佛号上 心再抓到佛号上 你的指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你念佛 这个叫做什么呢 有功夫 有功夫 所以其实念佛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直观的修持方法 以现代的人而言 以现代的人而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只是打坐的时候可以用 可以修 你行住坐卧 全部都可以修 而这个全部都可以修 他不会让你抓不到 他就叫你 你抓一个阿弥陀佛 你这样子心有抓一个的时候 那很自然而然 你就会就以这个目标 单一的目标 然后就会舍弃其他的目标 所以自然而然 你那个散乱或是烦恼 会依据佛号 包括佛号也有功德 佛的功德在里面 所以呢 依着这一个依据佛号 自然而然你的指的功夫 其实就会不断不断的增上 不断不断的增上 其实说真的 修学佛法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看只是看什么呢 你要不要用而已 一般而言 其实就是死功夫 你知道吗 那很多人其实这个死功夫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把心 就是拉不下来 所以久而久之你知道 心又跑掉 心又跑掉 会去攀缘其他的东西 所以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其实修 修到后来 其实就是没有到达 彻底的原因 就是 比较没有那个 所谓的死功夫 死心塌地的功夫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指的部分 观的部分呢 是断惑之正要 而观 其实必须说 为什么观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观能够让我们断除烦恼 断除烦恼 所以观其实一定是用 我们佛法 佛教里面的 一个所谓的正观 不管说西空 体空 或者是 甲 中观 这个都是属于观法的一种 而这种的观法呢 跟其他外道的不同的原因 是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观法 能够让我们知道 烦恼的一个 无自信 烦恼的空 烦恼的不可得 自然而然 我们对于烦恼的根结会断除 断除的时候当然 能够断惑断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凡成圣 有凡成圣 这是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 所以一个是浮烦恼 一个是断惑 浮烦恼跟断惑 妙用是什么呢 妙用是爱养心事之善之 然后观是测发神解之妙术 爱养心事其实是从一般的 我们的认知来看 其实不用说修到佛法的 止观的止 单单你禅坐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掌养我们的心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心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烦恼的污染 那当我们呢 对于烦恼自然而然会降服 没有去被烦恼所污染的时候 我们的心事就是在怎么样呢 在滋润滋入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其实会越来越丰富 你看哦 单单只是止的功夫 我们的心啊 它的素质会越来越好 其实止的功夫就有这么好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 滋入我们的心 还不到真正佛法的核心的断烦恼 所以它的一个功用 你看有这么好这么好的一个素质在里面 张扬我们心的素质 而观的妙用呢 其实就是测发神解 为什么可以测发神解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法的 它的一个实相真理在哪边 所以自然而然啊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为什么不要被烦恼所干扰 为什么烦恼不会干扰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烦恼它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有没有 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去认知跟了别 有认知跟了别的时候 自然而然我们的智慧就会增长 很多事情 其实不会去干扰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呢 也不会因为不好的事情 而影响我们自己本身的心的运作 这个就是测发神解 测发神解 来互相游戒 就是禅定之圣因 智慧之游戒 这样子的智跟观两者互相依持 然后彼此互相增上 这个呢 其实是一般对于智跟观的一个认识跟了解 认识跟了解 他必须说呢 这是一般的对于智观的认识跟了解 天台所讲的智跟观不只是这样 对不对 为什么不只是这样呢 因为天台所讲的智跟观 其实呢 到最后的一个原教的理解已经是不二 就是智就是观 观就是智 智就是观观就是智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就是最后对于智观的认识 可能其实离我们一般对于智观的认识 可能会有一段距离 但是我们一般对于智观的认识 还是要有什么呢 一点点理解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深层往高层 然后去学习跟了解的时候才知道 因为我们学习摩合指观的指跟观 到底跟一般的指跟观的理解跟解是不同在哪边 而这个不同啊 像这种指跟观的解释 不是否定他不是佛法不是 而是智者大师在解释摩合指观 就是大指观 他的殊胜见解是在哪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学摩合指观 必须要去认知跟了解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呢 其实刚刚有提到 就是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在疫情期间 在家就是有关闭关式的修行当中 其实任何的法门都可以 但是我们天台呢 其实有提到两种的修持指观的方式 这种方式是单对指观的修学来谈 那因为我刚刚说嘛 指观是骗于什么呢 骗于一切法门的 所以其实在天台有大分两个嘛 哪两个呢 一个是坐中修指观 一种呢 就是立元对近修指观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很好拿什么呢 念佛法门来做一个说明 坐中修其实我们不用特别去提 因为就是在打坐的时候有没有 修持指观 那指观其实就是观实相的一个 原教的一个空甲中法门 那另外呢 一种是立元对近修 立元对近修其实就是行住坐卧 还有什么呢 雨漠坐坐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没有说我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对于修行方法你没有去了解 那真正的修学其实是遍一切处的 所以当你的意识已经知道说要修持的时候 那任何的一个地方任何的一个时间 其实是都可以去修持的 那单单呢 其实也不要把修行当做是一种很艰难的事情 比如说你随着你所到的地方 你的内心你只要赞叹什么呢 赞叹三宝赞叹金法 你思维什么呢 思维所学过的法义 然后呢 甚至你可以立他哦 你碰到人需要的广为人说 然后呢 你呢依着法而住 这个全部都是在修学佛法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来做一个修持的一个进行的时候 那么呢 其实你的心会越来越亲近 你的威仪会越来越什么呢 未有威仪跟端速跟整齐 然后你可以如法而坐 然后包括行出座或睡眠也是一样是如此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提升呢 是自然而然会提升的 自然而然会提升的 这就是有关止观的部分 这是大略啦 大略来谈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 对于止观的认知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来看那个摩护子观 他的一个大纲 这个大纲 这个大纲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有发给同学 就是那一张最大章的表格 对不对 那一张最大章的表格 是属于最详细的科判 详细的科判 那我在这边所呈现的是一个标题式的 一个大纲啊 标题式的大纲 那标题式的大纲呢 其实会比较容易知道说 我们的摩护子观进行到哪一个地方 那大略的部分 我们已经是完成了 大略的部分 大略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发大心修大行 感大果烈道网根归大处 对不对 所以大一的部分呢 是我们已经学过的部分 包括我问同学 什么是发大心 发大心其实就是发菩提心 那什么是发菩提心呢 发成就佛道的心 没有错就是发成就佛道的心 而发成就佛道的心呢 其实是什么呢 发度化一切众生 而这个度化一切众生 不是说只有悲悯众生 不是只有施舍众生 而是要让众生 每一个众生都成就佛道的心 这个叫做发菩提心 也就是发原教的菩提心 当然这个菩提心就是道心的意思 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心 的前提 当然不是说我 要发度化一切众生的心就好 其实前提就是 你要认知你跟众生 两者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 知道什么是 我跟众生的那个不二啊 你要有这样子一个不二的原教法 然后你再来谈发菩提心 那这样子的话 比较能够扣上真正的 发菩提心的精髓 所以这个是有关发大心的部分 而发大心呢 其实就等于说 已经进入我们的修行的开始了 因为我们从发心开始 然后再来做修行行持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谈发菩提心 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那在发菩提心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叛教的认识出来了 那所以有学过天台叛教 障通别远啊 再来看魔或止观 其实就相对的是非常得力 非常得力 很快就可以入手 这是有关发菩提心的 这个部分 发菩提心的部分 然后呢 修大行呢 其实就是四种三昧 就常驻常坐 常行常坐 半行半坐跟飞行飞坐 这个也是一样是花了不少的时间 花了不少的时间 那后来后面的感大果 列大网跟归大处 当然是智者大师是来不及说了 所以在大义的部分呢 短很简短的把这三个内容呢 其实都全部呈现出来 因为到魔或止观的后面的七章以后 其实是重略的 重略的 所以重略的 那个要看要理解的 那就从大义的这三个部分 然后来做入手来看 那这样子呢 其实就会比较能够容易 稍微有一点点可以理解的线索 理解的线索 这是前面大义的有关那个就是 五略的部分 五略的部分 而五略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概略的把整部魔或止观的概说 全部都说了 全部都说了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啊 五略他所对应的 其实就是详细说的 识广的这个部分 识广的这个部分 那识广呢 其实那个就是 比较详细的在讲 有关那个魔或止观的一个细部 的一个详细说明 详细说明 那详细说明的部分呢 我们是进入到有关第二个 是明的部分 是明 是什么明啊 对没有错 就是解释止观的名称 解释止观的名称 其实 为什么是明重要同学知道吗 因为其实一般呢 止跟观其实如果有学过 那个一般同学 其实都有学过一些佛法的一个概念跟知识嘛 对不对 一般对于止观 泛文的名称就是 奢魔他跟毕博奢 而这样子的一个名词有没有 在 就是有关佛法的一个 经论流传下来啊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书籍 可以去做参考跟说明 那志者大师呢 其实并没有直接引用其中的 哪一部经或者是哪一部论 的止跟观的说明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 止跟观的一个所谓的解说 而止跟观呢 其实在魔后止观这个地方 其实是包含了两大部分 一个是教 一个就是观 所以止观呢 在这个地方不只是一个修学方法 它还是一种理论的统设 理论的统设 所以在解释名称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包含了志者大师 所要表达 他自己对止观的看法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 那个志者大师 他对于止观的看法 了解之后啊 我们渐渐就可以知道什么呢 可以知道我们之前 所没有办法了解志者大师所说 发大心修大心 他的深意在哪边 因为他的止观的统设的广度 在这个地方会渐渐的开显出来 渐渐的开显出来 所以他的一个市民啊 就是解释止跟观的名号 止跟观的词啊 那从市民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志者大师对于止观解释的 特色在哪一个地方 特色在哪一个地方 这是有关市民的部分 底下识广 我从这个地方开始做一点点的介绍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介绍过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 详细或者是 有点好像点到为止 那大义呢 是介绍摩合止观的大纲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摩合止观 有大概的了解 之后呢 就一步一步来看 欸为什么 大纲解释完之后 志者大师还要再做 大义的后面的一个 陈述的目的是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喔 你看他市民就是解释 止跟观的名词 把止观的 他的一个特色有没有 他内涵的特色 然后把他介绍出来 就是一般对止观的认知之外 就是相待止观嘛 对不对 再把真正志者大师所要表达 止观内涵的特色 把他说明出来 就是绝代止观 绝代止观 这个就是后面 还有包括会议止观 就是他有包含止观的名号 其实还有跟其他的名称 可以相通的 相通的 就是在我们五个月前 其实有提到的地方 所以他有他的普遍性跟重要性 普遍性跟重要性 以及呢 止观可以通三德 可以通三德 那你们看喔 市民的后面是体相 是体相 那什么是体相 体相呢 其实就是在讲 有关止观的离体 就是说 智者大师你看喔 他讲到了 相待止观 绝代止观嘛 对不对 他呢 其实一定会 因为绝代止观 是什么都不可以说嘛 但什么都不可以说 其实是不可以 就这样子就没事 他一定要跟我们讲 可以说的部分 要怎么说 怎么入手 所以体相呢 其实就会跟我们讲 要修学这一种 所谓的不可说的 止观当中的入手处 所以体相呢 其实同学 如果说 手边有教科书 可以翻到第三章 其实他一定会讲到 有关空甲中三观 所以体相就渐渐的进入到 有关那个核心 就是什么呢 在表达有关 圆顿止观的核心 在这个地方 会渐渐开显出来 而核心呢 有几个角度可以去开显 比如说眼智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一个所谓的 空观甲观中观的入手处啊 等等的 那在这个体相呢 其实你说重要吗 也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在那个 不可说的绝代止观之下 智耳大师如何去呈显他的 所谓的殊胜的圆顿止观 那这个在体相章 其实就会说明 体相章就会说明 那呢 后面设法跟偏远 其实我会觉得 会比较像叛教 比如说呢 其实从设法章这个地方呢 就是智耳大师 所判的八教啦 教理之段行为因果 可以设于止观这两个字 就是可以看到止观有没有 他所设的法的光波 设什么呢 设一切佛法 都在止跟观这两个字当中 而且止跟观是二者怎么样呢 不一不一的 不一不一的 然后在这里呢 其实设法的部分 如果说同学有学过 有关八教 叛教的八教 教理之段行为因果的时候 然后理解之后呢 那你一定会理解 止观的了解 不是只有修行的止跟观而已 他还包括有关教法 解根行都包含在里面 那如何去设法 那我们呢 其实就是来看到设法章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所理解 有所理解 那偏远呢 偏远也是一样是一种叛教的方式 叛教的方式 那叛教跟我们之前所看到天台的叛教 就不太一样 那之前看到天台叛教呢 是障通别远 对不对 而这里的偏远呢 是偏跟远的不同的一个判法 所以是更简略 然后不同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对法的那个分别 分类啊 分类 然后跟判设 分类跟判设 当然这边要凸显的是什么呢 要凸显的也是有关原教法的殊胜 凸显的也是原教法的殊胜 所以其实有关止观设法偏远的这个地方呢 除了有关半教满教啊 还有大圣小圣 然后 见教遁教等等的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都会一一 其实 我觉得啦 会做一种统设 然后说明跟理解 所以我觉得还满值得去看的 满值得去看的 那到第五章呢 这个地方 从四五 二三四五章有没有 这四个部分都跟止观的解说有关系 我会觉得都跟止观的解说有关系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其实相信 其实除了对于止观 有不同于以往的很浅的了解 那相信一定会有更深意涵的一个领悟 那这时候呢 再来进入什么呢 二十五前方便的真正修行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方便跟正观是设在修大行的四种三昧 比如说二十五方便跟正观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所有要表达的要说明的就是有关修行的一个解释 修行的解释跟说明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是一样不可小看 因为在二十五方便的这个部分 其实自得大师就已经涵涉几乎所有佛教有关修行法门的方法在里面 修行法门的方法 虽然说是前方便但是已经开始入手了 已经开始入手了 而正观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进入天台的圆遁止观 第一观当然就是观不可思一禁 有十圣观法跟十禁 那在正观的部分的篇幅就非常之大 也值得我们好好地去看它 好好地去了解它 那后面其实是从略啦 我们到正观的第七观好像就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后面的果报其教指规跟后面的感大 跟前面的感大果略大网跟规大处 其实就是同等的 以上其实就是有关摩合指观 大致上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可以抓到 更可以去理解整部摩合指观 到底是在讲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有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摩合指观啊 他的一个内容 其实我想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所谓的 没有说不太清楚的这样子 应该会有比较多更清楚的一个认知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后 我想其实在看待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轻松以及比较愉悦一点 然后比较愉悦一点 好 那我们就进入摩合指观明义的建立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刚刚稍微跟同学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在五个月前呢 所看的第二章进入第二章 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完成第一节 第二节跟第三节 然后今天呢是要进入第四节通三的明指观 其实我头先其实有在想说 我是不是要把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 再重新再讲一次 我那时候是有这样想 那我后来想一想 大概介绍一下就好了 然后有关那个论文的内容 同学可以自己看 因为那时候其实有稍微代读过 那因为这边其实是在讲指跟观的名义 那指跟观的名义我们可以做一个等于说是认识 那主要是在让同学知道 其实智德大师所要表达的是绝代指观的殊胜 绝代指观的殊胜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科判 第一个讲的是相待指观 而这个相待指观 当然智德大师在绝代指观的时候会破除 同学可以看到这边横破跟竖破 对不对 破什么呢 破前面相待指观的部分 但是相待指观 其实不要把它认为说它是邪道 它是外道 不是 它其实也是一样是佛法里面的修持方式 而是什么呢 一般对于指观的认知 在相待指观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 为什么要讲绝代指观 因为绝代指观是相对于相待指观 更加的圆满跟周圆 所以相待指观有它不够周圆的地方 更有它那个带圆满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相待指观另外一个层面讲就是 一般对指观的认知 它是旧相待指观 它是旧相待论指观 但是其实我们一般对于指观的了解 看相待指观大概是可以知道的 反而绝代指观是不容易去了解的 那不容易去了解 其实就是智者大师所要什么呢 表明的 它是无可比对的 因为绝代嘛 没有办法去比对 然后呢 它也隐含 也说明指观内涵 有它特性的地方 而智者大师就是要凸显 这一个特性的地方 这个就是绝代指观 这个就是绝代指观 然后这两个相待跟绝代 其实我们有大致了解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会议指观是什么呢 它是会通指观的种种意名 所以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我们的课本 它所会通的指观意名 其实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去想像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是跟指观会通的 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的课本第几页呢 对啊 144对不对 所以像指跟观的意名 有远离不住不着无尾即灭 像这一个都是透过指观修行之后 而可以达到的一个状态跟静电界 对不对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会议指观 可以看到会这个意名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指观 它所隐含的普遍性 跟什么呢 重要性 重要性 透过指观修行可以达到这个 而指观的会通跟寒色 在透过会通指观的意名呢 也可以凸显出来 可以凸显出来 可以凸显出来 而通三德明指观呢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指观的作用 对不对 作用是什么呢 可以成就佛道 因为三德是佛的德 德号嘛对不对 就是 法身解脱跟般若 所以可以成就佛的素质 其实这个就是通三德 通三德 所以通三德 其实就是今天所要介绍的部分 所要介绍的部分 那以上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 从相代指观 可以稍微来做一个介绍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相代指观 相代指观 相代指观 其实是指的是什么呢 有对待的 指跟观是相代的 意思是这个样子 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指跟观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 看待他们 他的解释其实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指呢 有三个意思 是指席指、停止指跟不止指 同学看到这个词 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说 如何去做理解 才能够理解指席指、停止指跟不止指 其实说穿的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 也就是说 其实指的意思 从三个角度来做一个诠释 那三个角度呢 指席指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是指对于烦恼、停止 指指指 所以他呢 表达的方式是从 锁断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诠释 叫做指席指 所以可以说 断是一个锁 锁就是断什么呢 断烦恼 这个锁的部分 同学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指席指 就是指席烦恼 可以这么说 停止指是什么呢 以智慧停止在什么呢 在真理上 所以他用什么呢 智慧来停止于可以停止的地方 这个是能 所以一个是断烦恼 一个是智慧什么呢 达到 智慧达到 所以约般若对心形里外 意思是这样 不止指呢 他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待 真理的角度 真理的角度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呢 不止指嘛 就是对于不指而言指 什么是不指 不指就是无明 无明为什么不指啊 因为他烦恼不断的在动啊 对不对 那法性真理为什么是指 因为他安住在 不动的一个状态的真理上 所以他是指的 不止指就是 从对不指而言指 所以要说明的就是说 这三个所表现的指的意涵 都有对待的意涵 所他的对待是冷啊 能的对待是所啊 对不对 而真理的对待是什么呢 无明 所以他都有对待的 一个角度来诠释 指的意思 同学知道意思吗 这是我们上一次 所上的部分 如果同学说 好难喔 那可见同学 回去之后摩托指观 大概就放了五个月 是不是 好 大概就放了五个月 好 这是有关指席指的部分 有关指指意的部分 官易的部分 我觉得先停在这里啦 同学可以好好的去 课本稍微 如果说五个月没看了 课本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呢 我再介绍有关官易的时候 我想应该会比较清楚 那同学先休息十分钟 好同学那刚刚讲有关指的意思的这三个 同学有搞懂吗 可以喔 有没有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的课本 那我想应该是不会太困难 指如果搞懂的话 那官的部分其实也就懂了 还记得吗 断 所断的部分就是烦恼 然后能看到的部分就是智慧 因为他能看到真理嘛 对不对 而不只指所指的就是 真理跟无明之间的相对所显示的法性的地理 这是有关这三个意思 所以烦恼智慧跟真理 这三个角度来解释指 那底下的官呢 也是一样 烦恼智慧跟真理来解释官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贯穿官的意思 贯穿官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用智慧灭烦恼 所以他贯穿烦恼的官 这个是锁破 所以他的解释的角度 还是从烦恼的角度 来解释官 为什么呢 因为穿灭烦恼 第二个呢 官达官呢 其实就是达到真理嘛 对不对 气慧真如 所以是运用智慧 什么智慧呢 官智通达的智慧 而呢 可以达到真如 所以第二个解释的角度呢 是能官的智慧 第三个是不官官 一样啊 他是不官跟官的对待 来解释官的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相对的 从无明跟法性的相对待 来显示 官的法性的意思 所以呢 无明非官非不官 而患无明是不官 为什么无明是非官非不官呢 因为无明本身 其实就没有官跟不官的意思 是我们赋予他的 他只是单纯就是一个法而已 法性也是一样是如此 而患呢 法性是官 所以这个是非能非所的 以上其实就是从相代 来说明止官 而这个相代说明止官 是属于比较好理解的 比较好理解的 所以 这个两个表格是综合上一次 我们在解释 那个 在看 那个相代止官的时候 的这两个表格 把它浓缩在一起 那这样子 来 对于 止官 相代止官的一个回顾 会比较快 而更加的浓缩 其实就是这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课本也是有 同学一看应该就可以知道 在第141页 第141页 那上一次呢 这个图表 其实也是一样 是有呈现出来 那有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文字 会觉得 哇 不知道从哪边看起的时候 我们看图表 就可以非常的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而呢 像我们刚刚啊 其实只是对于 那个前面两个表格 这个表格 稍微用摘录的 用摘录的 那 比较多的文字 是可以提供我们 去做一个比较多的理解 像比如说 这里 对生死之流动 约涅盘论 诸二绝观 极然休息 所以诸二绝观 其实就是什么呢 诸二绝观 来这里 诸二绝观 扶住 他就会停止 就会停止 然后 止呢 就是从所破 得明 所以我刚刚说 所就是无烦恼的角度来看 止跟观 这个是贯穿观 所以这边同学可以看到 通对生死 米论 耳论智慧 利用怎么样呢 穿灭烦恼 同学可以看到 穿灭烦恼 救所破得明 来利贯穿观 像第二个啊 就同学可以看到 心形里外 曰 般若论 般若有没有 来原心地理 停住不动 就是停止 所以他是般若的角度 然后 观达观呢 是通对迷惑 昏芒而论 观至通达 来同学可以看到 观至通达 然后什么呢 气会真辱 有没有 观至通达气会真辱 就能观得明 立观达观 然后呢 第三个呢 是从地理的角度 地理的角度 为什么是相待 因为相待于无明跟法性 对不对 然后 无明是止 法性是止 无明是不止 无明是非观 法性呢 是观 从相待来论 所以 这三个呢 都是属于 相待的 止观 相待的止观 都有相待的意涵 来去理解他 止跟观的意思 可以 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回顾 大致上的一个回顾 如果可以的话呢 同学可以看到 在底下 再重新来看 什么呢 重新来看止观 明意的 建立的 这一个科判 这个科判 科判就是大纲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看到 有关相待止观的时候 其实 底下 其实就是绝代止观 绝代止观 而绝代止观呢 其实 可以说 因为没有对待嘛 所以不管说是 横破还是竖破 等于说是 破除 他的一个相待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立 有一个是横破 对不对 有一个是竖破 而凸显什么呢 相待止观的不周圆 不周全 然后呢 来 表现 绝代止观的意思 绝代止观的意思 来那个 相待止观的 横破跟竖破呢 其实就是从什么呢 四种无声 同学知道吗 因为这种破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我会比较不太想说 再重复 因为它比较 有逻辑思考的 一个 一个意思在里面 我想说 代过就可以了 四种无声 横破是四种无声 四种无声 也常常会看到 就是自他共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无声 而来破 它的一个横破的部分 横破的部分 然后 竖破呢 是从深深 深不深 不深深 跟什么呢 深不深 来做一个所谓的竖破的部分 所以这个看课本 其实也是一样是很好去 怎么样呢 看得懂 也不是说看得懂 看到啦 像第142页 有没有 横破相待的三指三观 横破的部分 有没有 有没有 一二三四 就是自他共理 自他共理 理的意思就是无音性 没有因缘 而产生 那 竖破的部分 是什么呢 竖破的部分 就是深深 有没有 代深深说深不深 还有不深深 以及什么呢 不深 不深 这个 而 怎么样呢 显示出 绝代止观的 他的一个 殊胜 所以这个绝代止观 是什么都不对啦 任何相对待的 其实都是一种 怎么样呢 都是一种 所谓的 错误 就是不够周全 不够周全 所以自他当是在论 绝代止观的时候 连要破除的本身 有没有 也是一样要去灭绝的 也是要灭绝的 这是一种所谓的超越 这种所谓的超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超越 你 所有落入语言文字的 全部都错 全部都错 那其实 同学 看到绝代止观的时候 会有一种感觉 你知道吗 他到底怎么是对的 好像什么全部都不对 因为被破到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其实 当看到绝代止观的时候 其实也不要 也不要失望 你知道 有可以说的部分 可以说的部分在哪边呢 在第三章 在第三章 所以第三章就是值得 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地方 所以智德大师不会把 那个最后的结论 最后的究竟 落代绝代而已 落代绝代而已 他其实会有一个提出一个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让我们理解角度的真实样貌 这个叫做止观的离体 就是在第三章 就是我们接着会进入的第三章的内容 所以会有巧度值啊 有没有平等观啊 中到第一一观 等等的这些观法 让我们好好的去做理解跟探究 第三节呢 是会议止观 会议止观 会议止观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会 种种的不同的名称 种种不同的名称 而且止跟观会怎么样呢 互相会通 互相会通 止跟观到后来是无二无别 无二无别 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所以同学看到第一节 第二节跟第三节 单单看标题 我想其实就会渐渐去知道 我们所认识的止观 跟学了天台之后 模糊止观的 止观的意识的了解 会有蛮大程度的不一样 而这个程度的不一样 是透过对天台教法的了解之后呢 其实再去理解 这个止观的意涵的呈现 因为是有他的殊胜的地方 殊胜的地方 当然要靠修持 但是从教理上去了解的时候 我想其实对于我们 原教法的一个所谓的认知 有深一层的理解的时候 相信之后 在实践上应该会有不错的 一个引导 不错的入手出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很殊胜的事情 好以上其实就是 我们就是 归结以及非常简单的 去那个回顾我们之前所学的部分 回顾之前所学的部分 如果可以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进入什么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本 三德止观 就是止观通三德的部分 其实三德 其实我想同学是非常非常熟悉 就是解脱般若跟法身 没有错 那为什么止观会通三德 很简单 就是修学止观 其实就可以达到成佛的究竟 成佛的究竟 有成佛的因素 因为这是佛的德恨 所以我们修学止观 其实就会 渐渐的会拥有以及成就 以及会熏染佛的德恨 佛的德恨 我们来看 通三德者 也就是课本的第145页 同学应该都有带课本 三德 若重金一名皆是止观者 那么名呢 其实就怎么样 无量 义士呢也是无量 这个是一个问答 是一个问答 就是要进入对于通三德的义士的解释 他头先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设一个问答来说明 为什么呢 就是刚刚其实不是刚刚 就是在第三节的时候 指观有会种种的义名 不同的名称 然后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应该是无量啊 但是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 只有用三个意思来解释 指跟观 对不对 就是习意 停意 跟不止止意 还有观的什么 观参观 观达观 跟不观观 那为什么只用三个意思来解释止观呢 因为呢 因为呢 主要是对三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有三的意思啦 三三 三意 可以对三德 那又设了一个问答 那法无量为什么单单 你只对三德 为什么不要对其他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设的问题的人的疑问 那自耳大师 直接引证 引用经论来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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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经论其实就从大论 大论就是大制度论 然后说什么呢 说菩萨从出发心 会观涅槃行道 这是大制度论上所说的 大制度论其实就是大波罗经的解释嘛 所以这是大圣经典 那除了大制度论 说菩萨从出发心观涅槃行道之外呢 在大波罗涅槃经也有说 佛跟众生都是安置在秘密障当中 那这边其实就是两个词可以让我们去好好的去 解释跟思考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涅槃 一个是什么呢 秘密障 这是什么意思 涅槃跟秘密障的意思 其实都是属于佛的 什么呢 佛的功德 可以说是佛的功德也是佛的素质 所以呢 这个都是属于佛 拥有的一个功德跟素质的内涵的说明 所以秘密跟涅槃都是一样的意思 秘密即是涅槃 而涅槃即是三德 就是指的是大涅槃 而三德呢 其实就是指观 以这样子的一个相对相对相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词一个词的相对应 可以延伸出来 指观就是三德 相等 秘密等于涅槃 涅槃等于三德 三德呢就是指观 所以自他初后皆德修入 故用对之而 所以就有这样子就是 自他初后就是自跟他的初心 还有自他自己跟他 自己跟他的初心 还有自己跟他的什么呢 后心 都可以怎么样 入指观 然后怎么样呢 入三德的义士 所以呢 其实我们修学指观最终 其实就是要怎么样 入三德啊 入三德 这就是我们 要认识跟了解的地方 认识跟了解的地方 不用说什么 还记得我们的 那个五略当中的最后一个吗 龟大处对不对 五略当中的最后一个 同学来看 记得这个表格吗 这里 对不对 列大往归大处 归大处其实就是入三德的意思 达到什么呢 佛德啊 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 所以这个 自他初后皆德修入 就是自心他心 以及自他自心他心的初心 自心他心的后心 其实都是朝那个就是归大处这个地方前进 那从一开始其实就设定这个目标 然后渐渐渐渐 可以达到归大处的这样子的一个究竟 好底下我们来看底下的 指观共通三德 指观共通三德 指观共通三德意思就是说 用这两个字来什么样呢 通三德 两个字同时通什么呢 解脱波勒跟法生 两个字 那这个是对于文字的解释啊 所以同学看一下 其实如果懂得 自得当然是他的说明这样就好了 指就是断 断通解脱 因为断烦恼就达到解脱 官呢就是智 智通波勒 一个是解脱 一个是波勒 那指观是相等的 明呢为舍相 那舍相呢就是通于法生 同学这边有一个词就是舍相 同学知道为什么叫舍相吗 舍相 舍相是舍除相貌吗 舍相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平等相 舍相其实是舍什么呢 舍去分别相 舍去分别相的意思就是达到平等相 好 这个等一下其实可以稍微跟同学做一个解释一下 一样啊 又止就是舍磨他 官呢就是毕博舍那 他 那等故 他是什么 舍磨他 对不对 那是什么 毕博舍那 等是什么 好 平等 平等 他那等故 就是 幽必差 同学可以跟得上吗 可以 只是舍磨他 官呢就是毕博舍那 他那等故 就是 幽必差 幽必差是什么意思呢 幽必差就是刚刚所说的舍 平等的意思 同学可以看底下的解释 可以参考一下底下的解释 我们课本有没有解释啊 没有的话同学就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幽必差的意思 就是投影片这个地方 幽必差其实就是平等的意思 此心平等不偏一方 所以舍是什么呢 舍去分别不平等的偏心 这就是舍 所以第145页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管说是这里的幽必差 或者是刚刚的指官 怎么样呢 等 他那等幽必差嘛对不对 还有舍向即是通于法身的舍向 其实 其实也是平等的意思 其实也是平等的意思 这个等字其实很重要 其实这个等字 包括其实这个舍字 其实同学会联想到什么 舍字同学会联想到什么呢 联想到事无量心 对不对 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的舍字 像我们在讲到 事无量心的时候 大部分其实就是讲慈悲会比较多 包括其实在那个 发无上菩提心 或者是行持菩提心的时候 这个事无量心的羞耻啊 很多人其实会着重在慈跟悲 包括慈片一切啊 悲片一切 然后对于众生的那个慈爱 以及怜悯一切众生 但是同学可能喔 会比较忽略掉舍心的 这一个运用 这个舍心很重要 同学知道吗 为什么很重要你知道 因为喔 其实舍心其实是一种 所谓的刚刚有说 舍心其实就是舍去分别心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 舍去一种执着的心 舍去执着心或者是舍去分别心啊 它的进一步的意思就是 你要跟空相应 你要跟空相应 为什么这个会很重要你知道 如果你没有舍心的时候 你在菩提心的行持过程当中 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缺乏 缺乏什么呢 缺乏那个空性的 空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素质 那缺乏空性的素质 你的菩提心其实就很容易变质 为什么菩提心会容易变质你知道 因为你缺乏空性的时候啊 你那个我 其实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很容易你会跟世俗的一些东西相应 比如说名利 比如说权位等等的 所以在行菩提心的修持过程当中 其实舍心要当做前导 然后这种舍心其实就是一种平等心 不执着的心 另外一种就是空 其实也就是出离心的意思 所以啊 在行持菩萨道或者是修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你你想想看 你没有那个舍心 你常常以行持慈悲喜的时候 你带着一个我的时候啊 你想想看 你那一个慈悲喜 会不会变质 一定会啊 因为你常常会有什么呢 我的慈 我的悲 就是我的爱 我的贪 我的值 我的所 对不对 所以我行菩萨道的那个我在的时候 你那种横顺众生就横顺不了 因为你常常带着一个我在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修持跟操作 所以这个舍心呢 其实 刚刚有讲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 要有一个空性相应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要一个 无我的舍心 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用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舍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修持的时候 不过还是必须要去记得 他其实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处理心 但是不是一种艳离心跟远离心 为什么 因为有舍心的时候 他会更有横顺众生 横顺众生不会艳离众生 他不会艳离众生 所以呢 以这样子的一个了解的时候 那我们呢 其实 舍去我值 舍去执着 舍去分别 带起我们的空性智慧 那这样在修学菩萨道行 菩提行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运用的时候 会更加的不一样 会更加的不一样 所以 我们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舍 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时候 我想其实在 那个 对菩提心的理解 应该会有更深一层的 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体认 跟认知跟体认 所以这个就是舍字 所以为什么在这边 其实就是 平等的意思 止跟观 他不会有分别 就是等 就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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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底下呢 是止观是二法 岂德通不思义三德呢 止观是二法的意思 就是止是一法 对不对 观也是一法 那请问一下 怎么会通到 不可思义的三德 那 自拉斯回答的很妙 为什么呢 因为止跟观的理解 他是不思义的止 也是不思义的观 所以可以通到什么呢 不思义的三德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不可思义 所以可以相通 可以相通 那 讲到这样子之后 其实没有完 因为自得大师 既然回答这样 他一定要什么呢 引经证 引经证 所以底下就是 自得大师引经证的部分 就是自得大师 用两部经 来作为证明 第一部就是 大品波如经 第二部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刚刚是讲到止观 跟什么呢 跟三德 他是相通的 那这边呢 自得大师举 大品波涅经 说什么呢 十八空解释波涅 百八三妹解释禅 那虽然 波涅用十八空解释 禅呢 用百八三妹 108种三妹来解释 但是呢 前后两个解释 不可能说禅跟波涅是分开的 所以是 怎么可能禅没有波涅 波涅没有禅呢 你没有禅的波涅 那么这个波涅 其实不是真的波涅 没有波涅的禅 那这个禅不是真的禅 所以两者一定会怎么样呢 不可分 不可分 特色呢 不二而二 二呢 則不二 不二而二的意思是什么 相及 不二而二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两个不可以把它隔别分开 但是呢 又带有两个各自不同的特色 这个叫做不二而二 所以你不会说不二而二 请问一下到底是二还是不二 都是啊 有两个个别的特色 有波涅跟产的特色 但是 没有两个格别分开的个别的 不可 不可融会交割的 那个特色而已 所以这个是不二而二 二呢 則不二 不二就是法生 二呢 就是定会 这样子的一个三法呢 未成相离 所以二就是定会 就是定跟会 两个就是二 所以法生定跟会 怎么样呢 不会相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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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引第一个金证 大平般若金 那我们看引第二个金证 引第二个金证 就是大波涅槃金 大波涅槃金 大波涅槃金呢 举出佛性的五个名称 但是我们的 就是魔后子官只列 两个名称 对不对 佛性五个名称 是守仁岩跟般若 那另外的三个名称呢 我把它列在这里 课本有没有列 没有 列在这边 同学可以参考 另外三个名称就是 金刚三昧 狮子猴跟佛性 所以总共有五个名称 就是参考 那这五个名称也是一样 是相通的啊 但是相通之余 其实又有五个名称的名称出现 所以金呢 非子非官 或名子或名官 那这样子的一个子官的名称 已经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指官 而这指跟官是什么呢 相通的 通到哪边呢 通到不可思议的三德 通到不可思议的三德 好 这段可以 好 那我们其实就 往下看 所以刚刚是指官 共通三德 指官共通三德 共通三德 其实是什么呢 是最左手边的这一个图 就是这个图表当中的最左手边 是指官共通三德 那底下其实会谈到什么呢 谈到另外的 另外的三个 就是指官各通三德 还有指官呢 共通三德 还有什么呢 三德 共通指官 还有指跟官 所以图表是这样看的 图表是这样看 所以我们是先把这个图表先列出来 那底下呢 其实再来看 就是有关文字之后 再来看这个图表 那应该其实就会比较清楚 就会比较清楚 就会比较清楚 好 那大致上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有关指官的这个共通 共通 那当然这个都是自得大师对于指官的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解释 那当然也是让我们 除了就是指官的基本认识之外 那学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自得大师对于指官的特殊见解 也是特别见解 那当然跟自得大师的叛教是有关系的 叛教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在不断的在学指官的文字当中 我不妨其实可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然后让同学其实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就是学习指官的文字的过程当中 那透过这个文字 故事文字 看可不可以让自己本身 又体会到一些什么东西 那这个指官的故事呢 其实是讲 其实在以前天主的一个寺庙当中 也是蛮有趣的啦 所以可以放轻松 天主的一间寺庙当中呢 里面其实有 有那个僧众一百多个人 而这个安住在室内里面 他们其实在古代 我跟你说 在古代的一个僧众 或者是出家的一个弟子 主要在室内都是在修习指官的 而他们呢 这一百多个的僧众呢 精勤非常的精进 那因为精进的修学指官 所以里面当中有很多什么呢 得到的圣者 得到了圣者 那在寺院的附近有一个 幽婆姨 幽婆姨就是在家的女弟子 佛弟子的女弟子 那她的这个幽婆姨呢 她的姐行很精进 所以这个姐行啊 这么精进 她一定会怎么样 她一定会认识很多 姐不只是行 姐也很精进 所以她对于他们这些僧众呢 非常的恭敬 而且至诚至尽的 那求到的心也非常的恳切 所以呢 她呢就每天都供养一位僧众 她每天供养一位僧众嘛 所以她里面的僧众就安排好 一天去让她供养一个这样子 那所以每个僧众都定好秩序啊 然后依次接受供养这样子 所以这样周而复死啊 都没有间断 都没有间断 所以呢 因为她姐行很精进 所以每一次去让她供养的僧众呢 她一定问她法义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她这样子的一个扣问 当然她自己本身也很谦虚啊 但是因为她扣问法义 所以有一些僧众一定血养不是很深嘛 对不对 所以哦 血养不深的就是知道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不是很喜欢前面 不喜欢去让她供养这样子 那其中有一个比丘 有一个比丘她 比较晚才出家 很晚才出家 那很晚才出家她没有休息子官呢 然后她研究的教理其实也不是很深 所以那天要轮到她接受供养了啊 但是她心里实在是很不想去 所以呢 她实在是犹豫走走然后停下来 走走又停下来这样子 那哇 过了好半天才到那个优婆姨的家这样子 然后那个优婆姨看到这个 哇 这么老才出家 一线出家像 都觉得她很像长老你知道吗 说哇 这个长老看起来好像德高年少你知道 而且行子举止充容不迫 与众不同欸 所以她就想说这个长老一定有殊胜的智慧 所以她看到这个长老有没有 会更加的欢喜 然后她就办了一些食物 然后铺设干净的作息 然后请这个长老坐在那边 然后当然就供养她 然后请她说法这样子 但是这个道人登上法座的时候很惭愧 因为她自己真的一无所知啊 才刚出家 然后学的又不多 然后她就很老实了 然后就低声的说 哎 愚痴无知啊 实在苦恼这样 就说这样两句话 然后讲了这句话就下座离开了 然后这个优婆姨呢 听到这几句浅显的话 把它当作宝一样你知道吗 然后她很善思维 她说哇 愚痴无知 无知是十二因缘当中的根本欸 对不对 然后因为这个根本 生生死死 她没有去怎么样断绝 因为受到这个根本无明 受到了很多苦恼 然后她就开始思维 反复思维反复思维 结果透过思维的智慧正得出果 所以她振得出果的时候 她马上怎么样呢 取得非常好的那个白布 白绽嘛 因为你知道古说 你知道布有没有 是很珍贵的 然后做好衣服 要布施给那个道人这样 然后那个道人啊 那个下座之后 就赶快跑回去了 她跑回去之后呢 就把门锁起来你知道 那把门锁起来 她因为跑回去很快 那幽婆姨找她找不到啊 然后找她找不到 以为她运神主通 回去了对不对 然后她跑到金色 要请求 要见这个道人这样子 然后这个道人 因为把门关起来啊 那不要看到别人 然后那个幽婆姨 就找不到她 但是刚刚有说 金色很多的师父 已经正得六神通了 因为已经成就圣道 然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很怕出错 所以呢 金色里面的师父 就运他们的一个入定观察 然后入定观察 知道这个幽婆姨 已经正得出国 所以就请这个比丘 出来接受布施 然后把幽婆姨 正得出国的始末 跟这个比丘说 这个比丘听得很欢喜 同时也正得出国 同时正得出国 这个就是讲到修学止观的过程 那讲这个故事要说什么 同学知道吗 其实佛法还是一样 我觉得 连结我对于那个 阴光大师的一句话 佛法是从恭敬当中求 恭敬当中求 所以其实幽婆姨 其实她真正得到 取得圣果的原因 其实不是她得了很多的 学习很多的经论 或者是修行怎么样的一个精情 而是那个关键的原因是 她起了深深恭敬的心 没错 没错 而且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恭敬的心 她把很简单的一句话 变成她是一个悟道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踏脚石 我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冲破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值得我们好的去警醒的地方 就是学佛 学佛 学佛 学佛有人说学到三年之后佛就在天边了 所以这份的恭敬心跟殷众心 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不断的 在内心上要实时把持住的 不要学到后来其实对于法也不恭敬 对佛也不恭敬 那这样子就有一点枉费 对我们接触佛法研读经论的 这样子的一个殊胜难得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这是讲到止观 顺便其实就提出这个故事 或许对我们而言 这个小故事反而更有点醒的作用 对我们反而作用更大 好那第一个就是止观 逛通三德之后 我们再看第二个止观各通三德 止观各通三德呢我们来看 这个其实是都是那个相配的 总而言之就是止跟观 其实他们对于三德都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互通相通各通的 复次止观各通三德者 就是止中有观观中有止 止观不二 那止三德呢 其实这边都有标示的很清楚 有没有就一二三 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 然后观三德也是一样 是二之一二之二跟二之三 所以这里各通三德 所以其实一定要分别把止的意思 观的三个意思怎么样呢 通达的相貌说出来啊 所以止有三个意思就是止习止 停止止跟非止止 那止习止呢是止善 同学知道什么是止善吗 止善你们不会把它理解成 停止为善不会吧 可以可以说是断恶 因止恶而达到善 这个叫止善 就好像止止止跟坐止是一样的意思 有没有 你不要做这个事 而怎么样呢 而有善 比如说戒好了 对不对 我不杀身 这个止啊 就是善啊 对不对 不杀身不脱道 不邪淫 不忘语 这个就不不不 不要这个就是善 这个是属于止善 那另外一个其实如果配合 一之一止习止 其实就是停止烦恼 那么就是善 那这个是属于定门 集通解脱 停止止是行善 属于关门 那么这个通般热 因为是从能边嘛 好 就是智慧边 来谈停止止 非止止呢 是属于理设 通法身 其易可见 所以这三个怎么样呢 分别所止涉的是 解脱波罗跟法身 解脱波罗跟法身 好 这个是止善的 关三德 底下呢 我们来看关三德 关三德分别也是一样 我们刚刚所 回顾的 就是贯穿官 官塔官 跟非官官 那贯穿官是止善 就是定门设 通解脱 官塔官呢 是行善 官门设 通波罗 非方官呢 是理设 通法身 义呢 亦可见 这官呢 对应跟止 是一样的意思 那一样的意思 除了那个角度的诠释 是从烦恼波罗跟 那个真理嘛 法身 一样的角度之外呢 他的三德也是一样的 就是解脱波罗跟法身 都是一样的意思 好 那这个是属于止跟官的意思 的了解 那我们看第三个 止官共通三德 复赐止官共通三德者 因为共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止的意思 跟官的三个意思 有没有 在这里做一个归纳 就是第一个意思把它放一起 第二个意思放一起 第三个意思放一起 所以止息止贯穿官 两个是一组的嘛 皆从所离得名 离什么 对非常好 那那么呢 就通解脱 第二个停止止官达官 皆从能源之智得名 能源之智就是从智慧边 来理解的 来说明的 第三个 非止止止还有非官官皆明法性 这个是通法生 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在回顾有关相代止官的三个名称的时候 为什么要回顾这么久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边其实都跟第一个相代止官的意思 有没有 都不相离 因为透过相代止官的解释 而来了解通三德的意思 所以 那个相代止官的止三意跟官三意 其实就是要稍微熟悉一下 那这样子在理解后面这一个通三德的时候 就会比较清楚跟熟悉 好 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 同学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呢 我们再往下看 有关第四个三德共通止官 还有止跟官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把第二章把它结束 第四三德共通止官还有止跟官 一样其实这个就是有关止官 两者之间跟三德之间的共通的说明而已 所以我们来看 复制三德通于止官者 还以三德共通两字 两字是哪两字 对 止跟官 又因三德各通两字 各通止跟官 共通两字就是止官 这两个字一起 各通就是止跟官这两个字分开 意思是这样 那三德共通者 解脱通止 波 通官 法生呢 通非止 非官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清楚 我们前面其实都已经有说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底下三德各通止官者 那福解脱 具足解脱 具有三种 这个是对于解脱的三个说明 有三种解脱就是方便禁 圆禁跟性禁解脱 这三种解脱的名称 而这三个名称呢 其实也不用太过于去计较说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词 认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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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深的意思呢 我们有碰到 比较有重要性需要去解释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看它这样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从解脱来说 就是三种解脱 那一样啊 三德的话 其实解脱有三个 波罗就有三个 法生呢 也是有三个 那这三个呢 都通 指跟官 那般若我们来看 那般若 具足般若 有三种 有道会般若 那 道种会般若 跟一切种会般若 那这个非常清楚 就是分为什么呢 身文菩萨跟佛的智慧 所以像身文的道会 其实是通贯穿官 就是 对于烦恼的破除嘛 就是从烦恼的角度 道种会般若通通达官 其实就是 用般若的空会 而行持菩萨道 这个也是一样可以理解 一切种会般若通非观观 这个是佛的智慧 就是什么呢 一切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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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足法身呢 也有三种 就是色身 法门身 跟石像身 这三个都是通什么呢 一指一关 通一指一关 就指官可以通达 有他的什么 有他的层次 有他的层次 好 若幸三德 我们的那个课本 在这里的左上方有写由信其解 信三德 然后什么呢 绝大不可思议 绝大不可思议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用什么呢 不同的名称来怎么样 来劝信 劝信三德 所以三德是什么呢 绝大然后不可思议的 而这个绝大不可思议 意思其实就是 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诠释透彻 意思是这样 而且不是用我们世间的 繁复的智慧可以去理解达到的 所以通义即明 虚信止观 绝大不可思议 所以是劝信 劝信这个三德 所以还是从信呢 这个地方入手 然后其解 若信涅槃三法具足 这个是秘密杖 异信三子具足呢 明大吉定 也是明秘密杖 异信三观呢 然后具足明大智慧 也是明秘密杖 然后异信非止非观 三法具足呢 明秘密杖 所以这个是从信这个地方入手 然后劝信三德 好底下 底下就是引辟欲 什么辟欲呢 以三点三目的这样子的一个辟欲 三点三目 就是摩西索罗天上面的三个眼睛 来比喻这三德是什么呢 不重不横不病不别的 若信三德不重不横不病不别 如三点三目者 所以这个三点三目就是什么呢 就是摩西索罗天王的三点三目 而他的排列其实就是 不是狠的也不是重的 不是病的也不是别的 是什么呢 相及相离的 而且相依的 异信三子上观 不重不横不病不别也 而如今复原 偏举一法 以示异端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其实诸经论其实都有说 只不过说的 其实没有像智德大师 把他全部归舍起来 全部说出来而已 而智德大师的说法 在经论当中都可以得到 引证举证的 如守人言 偏举止边 指据一切法 不减少一名秘密账 这个就是智德大师取 守人言经 守人言经不是人言经 是守人言三媚经 刚好最近有人在问说 请问一下 智德大师他深浅 是不是有在求一部经 有啊 他求的就是守人言经 人言经不是 说错了 他求的不是守人言经 他求的是人言经 人言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人言经 然后但是智德大师在往生前 都没有人言经的出现 一直到唐朝的时候 人言经才出现 所以如果你去大陆的天台 那个地方 会有一个地方是 智德大师的拜经台 他拜经台就是拜什么呢 求人言经赶快传到 我们那个汉地来 汉地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守人言经跟我们现在看到 人言经是不一样的 他叫守人言三媚经 那一样他其实在群世讲的 还是一样是人言的 什么守人言定 就是佛定 所以偏举止边 但是佛定不可能只是定 他一定其实和官是不二不别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偏在止这个地方做说明 而止是据一切法不减少 一名秘密账 那另外还有没有呢 有像大制度论还有法华 是偏举官边 官什么呢 官会 有关官会 实相会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官据一切法不减少 不减少 另外有什么呢 涅槃经 大波涅槃君 那大波涅槃经是举什么呢 三法俱足 法一不多 一名秘密账 所以止官 其实也是这样啊 其实在各经论当中 其实都有出现 只不过 是什么呢 偏侠不同而已 偏侠不同而已 若开若和 开义不多 和义不少 一一皆是法界 涉予界法 这个呢 西名秘密账 西名秘密账 偏举上耳 更何况 圆举也 就是圆举 其实另外有一个说法 或许我会觉得 会比较容易去理解 圆举是什么意思 举可以当作是举吧 就是当你偏举是可以看到 哇原来是有这么丰富的意涵 那如果是圆举 举如一切法的时候 那么更加怎么样 不可思议 更加不可思议 我把它刮符圆举啊 就是圆举或许这个举 这是举的意思 或者是圆举把它解释成 如果举圆 圆法的话 那么是更加的不可思议 我觉得都可以通 好 可以吗 好可以 我们看 只观通三德 既然是这样 通诸一名 远离知见等 亦如是 我后面其实有参考 就是有人做这样的注解 或许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参考 远离什么 知见什么 只观通三德 通诸一名 远离诸法 知见 就是对诸法的知见 远离诸一样 也是一样如此 又通诸三名 三名其实就是像 我们学 法华玄义的三法庙 像三菩提 三佛信 三宝等 一切的三法 亦如是 意思就是说 这个名称都是相通的 如果你对一切法 有什么融会贯通的话 其实是法法都可以通达 法法都可以通达 看你要如何去做一个理解对应 理解对应 好 第五个部分呢 其实是约三德简别 这个就是有关用问答的方式 来作为更清楚的说明 更清楚的说明 好 再讲到这个料简之前 我想在那个 指观或许其实我们或许会说 我们现在学的是大圣指观等等的 那刚刚其实也在说 指观其实是不同于在我们魔后指观所解释的指观 对于原本原来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所认知的指观 他的意涵其实是更加深 还有更加广的 但是呢 其实在跳开这样子深管的指观的意涵之外 我想举一个那个经典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典故 来跟大家分享修学指观的重要性 这个典故其实是出自于杂涵经的 这个是有一天佛呢 其实是在一个那个就是居散弥国的 那个所谓的园内 在那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那个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 那时候其实我还蛮羡慕说真的 有时候看到那个经典 包括那个阿涵经典的记载 那圣者之间的应对啊相处 其实是很让人在羡慕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都是为了法在彼此互相的交流 所以这时候阿难尊者呢 跑去一个他的一个上座 一个叫做明者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当然就在切磋琢磨啊 同学应该知道阿难尊者到佛入涅槃之前 他都还只是出国的圣者而已 出国的圣者 所以这时候呢 他就去问啊 问上座比丘 问上座比丘 他说 如果啊比丘在空处树下 咸房处的时候 请问一下 他要用什么方法来专精禅修 专精禅修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上座比丘就跟阿难说 阿难尊者啊 那要专精禅修呢 用两法 这两法叫做止观 以止观二法来专精禅修 然后他又跟阿难说 如果那个多修于止能够成就什么 多修于观那么又可以成就什么 这是阿难问尊者的 然后这个上座比丘就跟阿难说 如果呢 你多修止 那么你呢会成就观 多修观呢 会成就止 这个呢 是圣地子 止观俱得 之后可以成就什么呢 解脱 成就解脱 所以这个尊者阿难听到上座比丘这样子 说的时候 很欢喜 而且很随喜 然后接着呢 他就跑到五百比丘 的一个跟世尊的一个住所这个地方 他一样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而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怎么样 休息止观 止跟观的修学会怎么样呢 互相增上 互相增上 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叹 大师跟朱弟子都是什么呢 同法同聚 同意同位的 所以以这样子一个方式修学 相信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真上 所以这时候佛陀知道阿难在问法义嘛 对不对 所以佛陀就反问阿难啊 说阿难阿难你知道你问的那个上座比丘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比丘 然后阿难就不知道耶 世尊 阿难那个世尊就跟阿难说 阿难这个上座比丘 是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比丘 猪肉已尽 已经得到政治解脱 而这五百比丘也是阿罗汉 他呢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圣者来说明 其实在一个那个地方要精进禅修的时候 要修洗的其实就是指观二法 重点就是指观二法啦 这是从最原始的那个杂阿罕经当中所揭露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指观的修行方法 其实是算是我们在佛家 佛那个佛法修学的一个弟子当中 说一个特殊的修学的一个方法 而我们所学的也是这一个 所学的也是这一个 而不同的是我们所印象当中 在南传或者在佛陀那时代 最多就是在打坐会比较多 但是到现代来 其实我们只观的修学 可以遍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 这个是我们学习 我们在学习经论学习佛法的时候 所得到的 也可以运用的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使用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底下 约三德简别 这个是有关问答料简的部分 云和字意纵横 云和字意不纵不横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同学其实在看这个文字之前 我可以先跟同学讲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课本不错 它会有标示 标示什么呢 1A 1B 还有1C 对不对 就是它对应问答 就是什么意思是 字意纵横 还有不纵不横 所以底下呢 它举什么呢 小圣师 还有大圣师 还有天台的说法 来作为 那个回答这个问答的意思 所以小圣师有从重的狠的跟不重不狠来做解释 大圣师也是从重的狠的跟不重不狠来做解释 那天台的说法其实就会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过之后 我们再来看底下回答的内容的时候 会比较能够掌握 这个到底回答这么多到底是在回答什么东西 大概这个回答就分成三段 小圣师 大圣师跟天台的说法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 小圣师的部分 1a是横 诸小圣师说般若种子语言 果腹尚寨 解脱畏惧 身有杂实 优待无常 一优二略 然后这个小圣师指的是生文圣者 生文圣者 那这个生文圣者呢 种子语言的意思 以生文圣者来讲 种子语言意思就是 断什么呢 断烦恼 达到那个就是智慧啦 断烦恼得到解脱 这个叫做种子 这个叫种子 所以这个圆呢 不是我们圆教的圆 不是他们已经达到真正的解脱 偏空智慧的涅槃这样子 果腹尚寨 果腹的腹 意思就是说还有什么呢 禅腹嘛 所以他还有身体 果其实就是还有他的一个果报体嘛 对不对 所以他的这一个身体还在 这个叫果腹 解脱畏惧 生有杂食 解脱畏惧 为什么解脱畏惧 因为他是属于有余涅槃 还没有达到无余涅槃 他的身体还要什么呢 还要食物去滋养他 所以生有杂食 幼带无常 为什么带无常 因为身是无常之身 所以这个叫做一忧恶略 忧是忧在哪边 非常好 就是波勒 种制以原 这是一忧 恶略是略在哪边呢 果腹尚寨 解脱畏惧是一样的意思 果腹尚寨 解脱畏惧是一样的意思 第二个是 那个身是杂食 解脱畏惧是无常生 解脱畏惧 身是杂食 这是第二个 带无常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意忧恶劣 辟之横穿走火 横穿就是什么呢 就穿 在穿流当中拿着火把 它会明暗亮度不一样 所以它是怎么样呢 有它的优劣不同的意思 走火就是明暗不同 所以它的优劣不一样 优劣不一样 这个是从横边来看的 横的这一边 可以 恶劣的部分 果腹尚寨解脱畏惧 生油杂食 看如何去切 带无常 这个可以把它 浓缩成就是有两个不好的地方 两个不好的地方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 重的部分 先有向好之身 重的部分呢 其实同学可以取什么呢 先次后 这个就是重嘛 重就是有先 第二个跟第三个 有次序的意思 先呢 有向好之身 次呢 得种之剥热 后呢 灭身至 那这样子呢 方得什么呢 方具解脱 方具解脱 为什么向好之身 因为在生文圣者 他是百节修向好嘛 所以修百节满的时候 就得向好之身 之后呢 你能够断得 那个三十四星的时候 得到 种制剥热 种制剥热 后来怎么样呢 灭身至 得到什么无欲涅槃 这个时候 具得解脱 既有上下情后之意 辟之重三点碎 这个是重 从重的角度来看待 第三个呢 是重跟狠 两个同时 若入灭定 有生而无至 灭定指的是 灭 静定 没有错 灭定其实是 不是灭静定 他指的是灭定而已 不是灭静定 如果说是 他入灭定有两种 有三种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灭定是叫灭静定 没有错 无想定 其实就有三种 灭定是没有错 是灭静定 有生而无至 有生在 为什么无至呢 因为他的 设 那个受享心所 有没有 至是不行 没有去运作 所以说叫做无至的意思 是这样 罗汉在无色 有至而无身 无色在无色界的时候 他是无身的 对不对 但是他有智慧 但是如果说入无于涅槃的时候呢 是有什么呢 孤调解脱 孤调解脱叫做什么呢 独一解脱的意思 独一解脱 所以为什么叫无至 因为罗汉如果达到 灭身敏至的时候 就是无至啊 所以这样子有重的 又狠的一个 所谓的解释跟说法 此意各个不相关 病之则痕 累之则重 分之则意 所以这个在小圣诗的 这一个部分 他所理解的 其实就有不一样的 解说跟说法 但是每种说法都没有 互相相通 没有互相会通 好这是小圣诗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大圣诗 诸大圣诗一样 同学可以看到 第二个是大圣诗 一样有ABC 而他ABC分别是从重的 还有体恒意重 以及未免重恒 这个角度来做说明 诸大圣诗说法身是正体 有佛无佛本自有之 非今事也 非今事就是 不是适合现在所要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说法身是正体 所以我们看第二个 了因般若无雷解脱 此二当有隔身跨世 弥轩净会 此字怎么样呢 意重 也就是说其实法身是正体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 你要修啊 所以你要修要透过时间嘛 不断的累积你的波罗波罗蜜 所以才有办法怎么样 才有办法片满 就修满怎么样 你的总治智慧 所以你的总治智慧 还没有圆满的时候 你没有达到 这一个圆满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 所以因为有隔身有跨世 你要累积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呢 是重的意思 第二个体恒意重 又言三德无前后一体具足 然后呢 以体从意 而有三个意义 盖乃体恒而意重 同学知道意思吗 三德没有前后一体具足 这句话感觉好像 这个就是对啊 一体具足 但是呢 他的体呢 具足没有错 但是他的体 要达到这个体 要跟着他的意 意是啦 跟着他的意 而来达到这个体的圆满 而意呢 其实有三个意不一样嘛 对不对 就只观的三个意不一样 所以三个意不一样 你要达到 其实就有三个阶段 所以呢 体是片一切 但是他的意是有三个阶段 所以体恒意重 这是有关第二个意识的诠释理解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 其实天台的一个主张 来 第三个未免纵横的部分 又言体意具不疏 没有不一样啊 而有隐显之意 有隐藏起来 跟 就是表 就是表显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那体意本有具不意 未免横 隐显意未免重 刚刚呢 其实是意 它的意嘛 有不一样 但是这边呢 其实是有隐跟显的差异 所以还是一样啊 隐显既然有差异 其实就有纵横的先后的 这样子的一个不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一样未免偏于纵 或者是偏于横的状态 所以纵是如此 您与经会 同学如果不能够理解的话 就没有关系 就把它理解成 他前面所讲的 小圣师跟大圣师 都不是 自耳大师的说法 这样就好了 那有上面这两个 两者的说明之外呢 我们来看 天台的说法 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 曰礼藏皆不可思议 第一个呢 是从什么呢 从不可思议的角度 来怎么样 涵涉所有的一切 所以明三德皆不可思议 所以不会是重的 不可思议也不会是横的 那因为不可思议不是依的 不可思议也不是义的 所以非重非横非依非义 这个是从礼藏式 从礼的这个角度 以及众生含藏佛性 这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来做解释 这是第一个 三德的不可思议 好 那第二个呢 是从行因来做解释 其实你从礼藏 其实也可以说 从果的角度来做解释 也可以 那这个呢 是从因的角度来做解释 也可以 那我们来看 因呢 是没有优劣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没有优劣 伸长 致缘 断句 一切都是佛法 没有优劣 所以不重 不重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 前后差别嘛 对不对 那因为他把每一法 其实都是以佛法的样貌呈现 没有所谓的差别的对待 所以不是宗的 三德相民同一法界 出法界外 何处更别有法 所以不衡 那 全部是在什么呢 法界之内 所以就是怎么样呢 具足一切啦 一切就包色一切 所以不会有个别的 差别样貌的 呈现 所以不是恒的 能建立 能种种建立 故不一 同归低义 故呢不义 所以是不一 也是不义的 这是从行音 这个音的角度来做解释 当然这个解释是属于原教法的一个 殊胜角度的解释啦 那当然也是让我们好好的去理解 有关这样子的一个原法的说明 第三个曰字用是中道三德 吉而三顾不衡 吉三而一顾不重 不三而三顾不衣 不一而一顾不义 一样是一而三三而一的 三是什么 请问一下这里解释三是什么 三德对没有错 吉而三顾不衡 吉三而一顾不重 所以三德是一而三三而一的 其中一德 聚三德 三德不离开一 这样子 不三而三顾不衣 不衣而衣顾不衣 这个是从字的使用来做解释 底下是真一字意为若此 一字呢其实就是梵文的一字 而梵文的一字 其实刚刚其实有句那个摩西索罗天王的眼睛 对不对 就是那个排列的意思 三角形的排列 意思就是如此 意思就是如此 好这个就是有关天台 他的一个解释 所以天台的这三个解释 有没有 从理体啊 从行音 从字用 这三个其实都是很典型的天台原教法的解释 那我想同学细细读的话 应该会对于天台 智者当是在表现原法的说明的时候 会比较熟悉一点点 其实每次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是诠释 那透过不同的角度来解说的时候 我想那个我们对于原法的理解力 应该会越来越高才是越来越高 可以 这是有关第一个问答 第二个问答是从三德跟四德来做 来做区分 就问三德四德既然都是德 那请问一下三德跟四德差别在哪边 有没有差别 或者是如何去汇通 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去了解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摩托子官的这里的每一个问答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了解 好来三德四德其意云合 第一个通论三德 来我问一下三德是哪三德 常乐我竟是四德 对对对对解脱法生跟般若 这个是三德 同学不要搞混 那一一都是常乐我尽 这是通论 每一德具足四德的意思 那你看哦 智者大师每举一个一定会怎么样 引经 引经证明 像在大波涅槃经就有说 诸佛所施所谓法也 以法常故诸佛异常 法即法身 佛就是剥落解脱 故呢作通解 所以其实在对于佛法的理解 还是一样要去融会贯通 要不然其实你如果学一般般的 那个佛法说 无常苦空无我 那看到这边 哇这个什么呢 法常呢 它是跟我们学的无常不一样 那这个是不是佛法啊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是要融会贯通 这个叫做常乐我尽 这是佛的四德 佛的四德 跟森文圣所主张的无常苦空无我 的那个无常 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 而这个法呢指的是法身 佛呢就是剥落解脱 所以这个是可以怎么样呢 互相会通 互相会通 会通什么呢 会通三德 会通三德 第二个就是有关大经 也是一样 大布内藩经有说 因灭是色祸得常色 受享行事亦复如是 那么法身呢都是常乐我尽 二德亦然 法身是常乐我尽对不对 那二德就是有关波罗 跟解脱也是一样是常乐我尽 好那我们看底下 这是通论啦通论 因为每一个三德 每一个三德都巨组四德 每一个三德都巨组四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别论的部分 若依一种 转色成法身 这边其实同学只要抓住五韵 然后其实就可以理解 诊断了 五韵就是什么 色受享行事 这边这段就是讲转五韵成试德 所以这里呢 其实你不要把色受享行事 就是跟那个常乐我尽抓出来啊 其实就可以完全了解这一段在讲什么了 所以我们 依一种转色成法身 法身是常乐 转 事想成般若 般若即尽 转受行成解脱 解脱则我 所以有什么呢 色就有法身般若解脱 而且有什么呢 常乐我尽 对不对 又一念出呢 转世成长 转受成乐 转享行成我 转色呢 成静 也是一样 就是转五韵成试德 常乐我尽 当然呢 同学说啊请问一下怎么转 像这个常乐我尽啊 你要看到那个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 每一个法 你所观照到的每一个法 其实都是什么呢 都是实相法 实相法就是常乐我尽之法 所以有办法把 这一个所谓的无常生灭的事 转成常住不变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相 那这样子就有办法转 有办法转 那当然这个不是文字而已 这个可以化为实修 实修 那当然实修的部分其实就是 就是有待我们接受到真正的原法的时候 就可以去做实践 然后 试则通别各有二解 一元呢是顿意 一别那么就是见意 所以通别的差别是在那边 有原意跟顿 跟见意的差别 好这是有关什么呢 有关第二个问答 就是有关三德跟四德之间 如何去做汇通理解 跟那个就是辩明的部分 跟那个就是辩明的部分 底下第三个问答 就是什么呢 三丈及三道 接丈三德 三丈开通至极 三道四道 也应该开通至极吗 三丈跟三道的部分 我想同学 可以稍微 了解一下 其实前面都有 都已经都有那个标示过 都有解释过了 那这个三丈跟三道啊 其实都是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的 因为他会障碍三德的 那个就是 三德的 三德的显现 三德就是佛性的意思 就是法身剥弱解脱的显现 为什么 我们的烦恼啊 我们的业啊 我们的暴障 对不对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业道 我们的苦道 这个都是一种仗 所以三丈呢 开通至极 那么请问一下 三道跟四道 四道 四道就是四种颠倒 四种颠倒 所以四种颠倒 其实从那个就是 无常苦空无我当中 其实就有 常乐我尽的颠倒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是从大制度论来讲的 然后你无常 其实 常你又记无常 那无常 你又 执着在无常 你其实也是一样 是有常乐我尽 无常苦空无我的颠倒 没有办法达到 常乐我尽的颠倒 等等的 这个就是四种颠倒当中的两种 就是 你颠倒于世间法的常乐我尽 第二个 你执着于 身文圣的无常苦空无我的颠倒 这样子 好 好 达地 地就是 就是 合者 就是 底下的说明 页有三种 肉业无肉业 非肉非五肉业 这个其实肉就是 苦啊 饿啦 饿 善 善恶 非善非恶的意思 好 业就是这三种 所以我们造的业啊 平常所造的业就是 有善恶无忌嘛 对不对 同学 有没有问题 无忌也有业喔 有啊 无忌也是业啊 如果无忌不是业的话 你躺在那边睡 你就是 怎么样 你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所做的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 就是 没有所谓的业的累计不可能 无忌也是业的一种 只不过是 他是更轻微的善恶业 这是非肉非五肉业 敢于三暴 就是分段生死 方便生死 好 跟十暴生 好 十暴庄严 那暴呢 是由三种烦恼 哪三种呢 取向沉沙无名 取向就是见识祸啦 好 就取向沉沙无名 其实从粗到细的意思 从粗到细 那当然你说暴 这边前面好像都没有讲到暴 只有一个十暴嘛 对不对 这个暴我后面不是有一个瓜虎叶吗 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 其实这个暴字应该是错的 应该是叶 叶是因为来自三种烦恼 对不对 取向沉沙无名 所以这个可以参考 所以以后看到这边的时候觉得 怎么会是暴这个字的出现 你关火写一个叶字 我想应该可以帮助理解 又呢 约三种暴 一一开三道 约三种烦恼呢 一一呢 开四颠道 这个就是在解释 三藏开通至极 还有三道跟四道 也是一样开通至极 就是他可以开 他可以开 他可以怎么分门别类 这样不断不断的分 不断不断的分 这样 所以我们的烦恼无量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造的叶也是无边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把 有关指观的什么呢 名义解 名义的部分算是介绍完毕 介绍完毕 还有一点时间 我会觉得可以值得 跟同学补充 149页的补充的这个地方 就是有关灭禁定 跟灭受想定的部分 不是灭禁定跟灭受想定 就是灭禁定跟无想定的部分 就是这两个 其实那个 可以去做一个区分跟理解 区分跟理解 就是无想定 其实是有三种 有三种 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如果有接触到修定者 我觉得可以稍微提高警觉一下 就是修定 我最近其实接触到一些禅修者 他们其实很喜欢禅修没有错 但是学禅修者 其实有时候对于法不够理解的时候 他们会认为修定就是在修行 未必啊 因为定有分正定跟协定 像比如说你无想定 你修定修得很好 你修到无想定好了 你入无想定 你如果没有光会戒心的话 光会灭心的话 你不知道光会灭心的时候 你入的其实就是外道定 你入到外道定就是入什么呢 非想非非想定 入无色戒的非想非非想天而已啊 或者是入色战 色戒四产的无想天而已 只是这样哦 只是这样哦 我举一个例子哦 就是 最后啦 最后几分钟而已 我想就举一个例子 当作是最后的结束这样 桌立盘头切嘛 同学都知道 他是算是佛陀 对对对没有错 佛陀 当时在世当中 比较愚钝的一个佛弟子 那佛陀的弟子当中呢 他过去生其实是有造业 所以会变成说他那时候 在佛陀示现的时候 他是示现那个所谓 比较愚钝的一个众生 但是他在过去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精通三藏的一个出家比丘 但是他因为吝啬教导别人 所以他落于就是愚痴的果报 他连四聚集都不愿意不思 然后一直到后来他有一世 他是就是堕落到人间呢 是在卖猪的家庭长大 卖猪的家庭 然后这个卖猪的家庭长大呢 他是在杀猪嘛 那时候杀猪的那个行业 后来就日渐萎缩 猪卖不出去 那后来有一天他看到隔壁的邻村 有一个聚落他们在准备要做节庆 他想说他把他猪有没有 运到他那个地方去 然后卖应该会比较好卖 结果运到一半的时候 船就沉没嘛 猪也淹死了 结果他就在河当中 就被河边的五百位独绝圣者 把他怎么样救起来 他救起来之后 他就学他们打坐 那因为他没有学他的法 所以他打坐打坐啊 他有素是有上根 你知道他打坐后来他正得五想定 五想定之后他生到五想天嘛 对不对 后来生到五想天之后 果报结束继续轮回到人间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五想定的果报 一样是众生 没有办法解脱生死轮回 意思是这个样子 顺便跟同学讲到五想定 跟五想天的部分 那跟我们佛法有关灭尽定 达到灭尽定啊 的这样子得到五肉的果报 是截然不同的 一个是圣者 一个是凡夫 一个圣者一个凡夫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呢 继续我们的只观之离体 那希望透过解释 那同学对于只观之离体 应该会有一点点想要探究的欲望 有这个欲望我们读起书来怎么样 会比较有趣啊 会比较有趣 好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同学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